市长白思豪连同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奥尼尔 今日宣布将放宽执法不再拘捕西石大麻人士改发刑事传票 外界过去一直诟病 警方拘捕西石大麻人士时有8成6人是非裔和西裕裔 是以警方选择性执法 为改善有关问题 白思豪和奥尼尔上院责称设立专案小组 经过30日的研究之后决定放宽执法 不会再拘捕西石大麻人士而再发刑事传票 不过如果被发现西石大麻人士同时在驾驶 有其他不法行为正在保释或假释当中 被警方列为暴力疑犯或不能核实其身份及住址 警方将会保留采取拘捕行动的权利 警方也可以以其他合法理由来拘捕西石大麻人士 警方相信新的措施将会令整体拘捕数字大减六成 另外纽约州卫生局长朱克昨日也预告 将会向州长库莫提交报告 建议纽约州将成人西石悠闲用大麻立法化 认为做法利多于弊 不过州议会今年的会期将会在明日结束 相信最快要等明年选举后复会 才会继续跟进有关立法问题 前雪城市长麦娜昨日宣布参选纽约州长 令州长参选人数增加到四个 现年48岁的麦娜在2010至18年1月1日曾担任雪城市长 也是雪城历年首位女市长 她作为民主党成员过去一直是现任州长库莫的盟友 不过她此次决定令组政团服务美国运动 绕过民主党初选直接进入到11月的大选 挑战库莫第三度连任 目前仍在争取民间联署提名 她指出纽约州政府的贪污问题严重 不论在民主党 共和党 参众两院 甚至库莫的幕僚团队 都有人因为贪污落网 背叛罪成 质疑这是民主共和两党对问题视而不见 推卸责任的结果 认为只有两党外的第三方才能拨弄反正 她也承诺一旦当选 会大力推动州内基建 休憩 老旧大桥 公路 地铁系统 同时增加就业机会 目前库莫已经争取到民主党正式提名 民调大幅领先 另一名参选人力讯也已经争取到劳工家庭党的提名 既定健身11月的大选 再加上共和党候选人达切斯郡长莫里纳多 以及新加入战圈的麦娜 今年11月的候选名单极可能增加到4个 一班低市司机昨日来到市议会前赤威 要求议会加强监管Uber、Lyft等出租车、手机城市公司 以保障低市业界升级 同时悼念上星期五一名自杀身亡的低市司机 此次的集会由业界组织纽约低市工联会 以及国会众议员艾斯伯一同发起 联会表示 上星期过身的59岁司机沙里 已经是8个月来第6名自杀的低市司机 他生前是野门移民 7年来 每日开工12个钟头 以供养故乡的家人 不过随着Uber、Lyft等城市 加剧出租车行业竞争 沙里开始转赢为亏 最后连低市租金都支付不起 而选择结束生命 联会批评 市议会送荣这些有大银行支撑的科技巨器 不过他们给予相同监管 任由他们入侵业界 蚕食前线工人权益 他们要求市议会为出租车手机城市 设置经营汽车数目上限 统一定价制度 强制他们为旗下的司机设立退休金 以加强监管 联工也要求市议会立法 为有经济问题的低市司机提供低息贷款 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奥尼尔 昨日在布鲁克林的Barrage 一间公立小学外召开记者会 促请州议会在明日全年休会前 通过法案以增加校园外的汽车超速镜头数目 州议会五年前通过先导计划 在纽约市的中小学校园外 加装140个汽车超速镜头 它未能覆盖所有学校 奥尼尔昨日探访的264号公里小学 便是其中之一 该校位于四大道 加89街的交通繁忙地带 很多师生家长都表示 由于校外没有超速镜头 阻吓司机 令他们经常都要担心 子女横过马路时的安全 奥尼尔昨日便连同 布鲁克林州长阿当斯 一同促请州议会尽快通过新的法案 并校园外的超速镜头数目 增加到290个 奥尼尔指出 州议会在本星期三及明日 将会是全年最后一次开会 若果法案未能感激表决 就连现有的超速镜头 也将要停止运作 他请求议会做出正确的决定 目前有关法案 因为在参议院 被代表布鲁克林的费尔德动议 和派驻持枪警员助校一事 捆绑投票 而出现阻碍 一旦未能感激表决 便要留待明年在意 费尔德强调 不会一步收回动议 大都会运输局昨日任命 残疾人士维权组织 输以前进的创办人艾古丁 出任商舰专员监督地铁 巴士加设无障碍设施的进展 艾古丁现职是一名律师 本身也是残疾人士 在2003年一场车祸后 便需要轮椅逮捕 当年他只有19岁 他之后成立输以前进 为其他的伤残人士争取权益 目前也是组织的主席 他表示 在下星期一旅行后 首要工作除了要监督472个地铁站 加装升降机等无障碍设施 他也希望加强资讯传播 为所有的残疾人士 提供及时各车站的通道情况 例如哪有升降机故障 哪有地面不平等 让他们可以预早计划行程 皇后区Bella Rose Manor移动民居 昨日发生火警 一名82岁的婆婆被烧死 另外有8名消防员受伤 起火地点位于252街 加87街交界 并于昨日傍晚6点45分左右起火 消防到场后 于一个小时内将火就熄 有8名消防员受伤 其中两人情况严重 但全部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消防事后在屋内 找到一名82岁的婆婆 当场正式死亡 初步调查相信 火警由电线短路引起 随便宜 消防出伤 消防不备 除伤